你是一個會打呼的人嗎? 或是你的枕邊人會打呼讓你很困擾呢? 你知道嗎?其實打呼會影響到我們的身體健康 如果打呼太嚴重的話,甚至還可能有生命危險喔!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 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症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打呼是一個很常見,但卻常常被忽略的問題 這邊我想要邀請大家回想一下 有沒有曾經跟朋友出去旅遊時 因為自己打呼讓朋友整晚睡不好的經驗? 又或者是有你自己是否曾經因為伴侶的打呼聲 吵到整晚睡不著呢? 事實上打呼問題超常見 只是我們可能不太會意識到而已 根據專家的估算 有將近60%的男性和大約40%的女性 在睡覺時都有打呼的症狀 更嚴重的是 打呼有可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徵兆 如果太嚴重的話 打呼甚至有可能會讓人猝死 那因為我自己也對這個主題蠻好奇的 所以今天的影片,除了會幫大家整理打呼的原因 睡眠呼吸中止症是什麼,以及治療的方式之外 影片的後面,我也會親自開箱體驗 睡眠呼吸檢測是怎麼進行的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我們要來聊聊打呼這件事情 打呼會發生的原因是當我們在睡覺時 我們的上呼吸道 包含了鼻腔、鼻痘、咽喉 這些部位的肌肉張力會降低 有些人會因為比較鬆弛的肌肉 而阻礙空氣的流通 進而產生打呼的聲音 打呼不只會影響別人的睡眠品質 其實也會對當事人帶來一些負面影響 比如說,因為鼻腔、上呼吸到受阻 所以很容易改用嘴巴呼吸 很容易早上起床感覺口感舌燥 甚至乾到有點喉嚨痛 而打呼的人也會比較淺眠 尿液就比較容易產生 容易半夜想要上廁所 甚至因為呼吸不順暢 當事人也容易睡不好 隔天精神變差 嚴重一點甚至還會頭暈跟頭痛 事實上打呼是身體釋放的一種訊息 提醒我們身體可能已經有狀況了 那麼,怎樣的人比較容易打呼呢? 剛才有提到打呼的原因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呼吸道被阻塞了 阻塞的原因有很多 例如仰臥的睡姿 再加上肌肉鬆弛 使得呼吸道變得狹窄 又或者是床墊太軟、枕頭太低 讓下巴跟呼吸道受到壓迫 另外睡眠不足 也可能讓喉嚨的肌肉過度放鬆影響呼吸 另外一類阻塞的原因 則是因為身體構造的緣故 例如有些人天生脖子比較粗 或者是鼻腔呼吸道天生就比較窄 又或者是口腔裡面的軟鱷 或是懸泳垂太長 或是扁桃腺肥大 也容易讓呼吸道變窄 導致容易有打呼的狀況 再來就是一些疾病以及不良習慣 也會讓人打呼 比如說鼻子相關的問題 包含了像是鼻子過敏、鼻中隔彎曲、鼻息肉等等 或是胃酸逆流導致呼吸道腫脹 又或是肥胖導致呼吸道內堆滿了脂肪 都有可能讓呼吸道變狹窄 其他像是長期吸煙 也可能會讓呼吸道不順 進而增加打呼的可能性 打呼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前面有提到過 可能會致命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睡眠呼吸中止症 簡單來說就是一種睡覺的時候 突然停止呼吸的睡眠障礙 病患常常會在睡覺的時候 暫時停止呼吸 再突然恢復、吸很大一口氣 有一種憋氣很久 終於吸到氣的感覺 這種狀況常常會嚇到身邊一起睡覺的人 很多人就是因為這個樣子才去看醫生的 根據專家的統計跟推估 大概有80-90%病患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因 都是嘴巴跟喉嚨的阻塞造成的 患者的症狀除了打呼很大聲之外 睡覺的時候的呼吸 也會有一種快要窒息的嘶嘶聲 此外患者也可能在醒來的時候感覺口乾舌燥 甚至出現慢性咳嗽 還有白天嗜睡、異怒或沮喪 注意力衰退等等的狀況 還有可能因為身體缺氧 起床的時候容易頭痛 而且睡眠呼吸中止症 讓人睡眠品質變差的狀況 還有可能進一步影響身體健康 引發其他更嚴重的疾病 隨時身體缺氧缺乏良好的睡眠 整個身體的修復機能都會受到影響 甚至可能會引起一些發炎的狀況 而這些疾病還可能進一步影響睡眠 導致惡性循環 首先,睡眠呼吸中止症 會讓我們的肺部負擔加重 甚至有機會引發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氣喘 讓呼吸變得更加困難 此外,缺氧的狀況 還容易引發性截管疾病 比如高血壓、心肌梗塞等等 小時間睡不好,也會影響神經系統 大大增加腦中風以及腦血管疾病的風險 再更嚴重一些 睡眠呼吸中止症以及這些相關的併發症 也有可能導致猝死 那我們可能會覺得這種睡眠障礙太罕見 自己不會得 但事實上,這個疾病可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常見 根據研究 成人有高達3%到7%的人罹患這個疾病 如果我們以5%來估算的話 每20個人就一個人患病 就台灣可能就有將近120萬人有這個疾病 不太能說這是一種少見的疾病 根據我們諮詢的醫師的看診經驗 他認為可能很多人並不知道自己其實可能有這個疾病 他提醒有些跡象要特別注意 除了前面提到的疾病症狀之外 也有一些人可能呼吸會停滯 但不一定會有聲音的變化 所以只要注意到晚上睡覺時有一次的呼吸停滯 停個10秒到20秒那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很有可能整個晚上就會有幾十次的呼吸停滯 甚至可能停滯超過100次 此外醫師也提醒 有些男性常常晚上起來上廁所 以為是攝護腺肥大造成的 但其實也有可能是因為睡眠呼吸中止症 讓人無法熟睡 使得身體持續地產生尿液 其他還有像是高血壓患者 如果吃了兩三種藥都還是控制不太好的話 那也要特別注意 如果我們懷疑自己可能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話 該怎麼辦呢? 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自己有沒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可以去各大醫學中心的睡眠門診 或是胸腔科、耳鼻喉科或神經內科看看 質詢醫生需不需要做睡眠檢查 一般來說 睡眠檢查會需要在醫院睡一個晚上 在睡覺之前會接上很多感測器 藉此監測許多生理指標的變化狀況 包含了腦波、呼吸、心跳、血氧、打呼、睡眠狀態 以及胸腔起伏和手腳的活動等等 總時間大概會需要6個多小時 整個晚上的監測 最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AHI指標 又稱呼吸暫停低通氣指數 或是睡眠呼吸中止指數 這個AHI指數的意思就是指 一個小時會發生的異常呼吸次數 這裡講的異常呼吸指的是呼吸暫停 或是呼吸的氣流大幅減少的狀況 只要呼吸的氣流量降到正常呼吸的10%以下 而且暫停至少10秒鐘 就會算作是一次的呼吸異常 如果AHI指數的數字小於5,就算是正常 如果落在5到15之間則是輕度 15到30則是中度 而超過30就是嚴重的等級 除了要注意自己的睡眠狀況 也要小心可能會因此出現嚴重的併發症 那麼要是睡眠檢查發現問題很嚴重 醫生會怎麼樣治療這個疾病呢? 治療的方法有幾種 首先,醫師可能會建議你戴上紙和牙套 它是在睡覺的時候戴的特殊牙套 目的是讓下巴可以往前移動 讓呼吸道的空間可以變大一些 不過,如果疾病比較嚴重的話 或是希望比較明確有效的話 醫師可能就會建議使用 連續性揚壓呼吸器,簡稱為CPAP 這個是一個不會漏氣的呼吸面罩 在我們睡覺的時候 提供一個比大氣壓力稍微高一點點的壓力 而因為呼吸道裡面的壓力比外面還要高 所以讓呼吸道可以被撐開,不會塌陷 感覺就有點像是一個氣流 往鼻子呼吸道裡面吹進去 有些呼吸器還可以緩步調整壓力 調控送出的空氣濕度 讓使用者可以更舒服入睡 根據醫師臨床的經驗 戴了呼吸器之後 因為呼吸變得更順暢了 大多數的指標都會有顯著的改善 因此美國的睡眠醫學會 也把CPAP列為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一種有效改善的方法 此外,如果在呼吸道結構上有特別嚴重的問題 例如鼻息肉或懸庸垂往後的阻擋太多 醫師也會有可能建議做外科手術 讓呼吸可以更加上通 不過我們諮詢的醫師認為 還有幾件事情比醫師的治療手段還要重要 做了之後才能算是真正的治本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減重 醫師指出,醫學教科書裡面說過 如果是因為肥胖問題 而有嚴重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 如果想要恢復到正常 基本上減重20幾公斤 就可以看到明顯的改善 第二個重點則是要經常運動 運動其實不是為了減重而已 還可以保持我們鼻子跟整個呼吸道的暢通 因為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鼻腔的血管會收縮 讓鼻子通常比較好呼吸 而且空氣大量進出鼻腔跟呼吸道 也可以穩定鼻腔內那些敏感的神經 所以經常運動可以幫助改善鼻子的過敏狀況 而類似的道理 如果是容易過敏的人 也要注意房間環境的清潔 盡可能減少灰陰塵、塵蠻等等的過敏源 最後醫師還提醒 因為這個胃食道逆流 也會讓喉嚨腫脹、呼吸道變窄 所以為了要避免胃食道逆流 睡覺前的大概兩三個小時內 除了開水以外什麼都不能吃 包含了果汁、餅乾、牛奶、水果通通都不行 說了這麼多 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出發去做睡眠檢查吧! 你好,這邊是我們睡眠中心 你的睡眠檢查房 待會就是把所有的線貼在身上 然後全程的錄影錄音 就會看你晚上的睡眠狀況 有沒有一些睡眠異常的行為 尺寸 alguém 然後現在我們要請病人 先發出啊! 上�� 然後走坐 будут 我們就感受最震動的地方 你要這樣連貼上去 那如果組織比較厚的 可能就會撤不太倒 因為它是以震動為主 正式正確的說法 這個是偵測睡眠知識的 所以可以知道你平坦 還是右側,還是左側 这个是侧呼吸的压力变化 所以两个 这要弹下来然后贴脚 OK 那简单时间六小时就结束了 中间没有说一定六小时一天要睡着 不用有压力 放轻松眼睛闭嘴就可以了 好晚安 马卡巴卡 4.3.4是严重的等级 后来配合饮食、营养和运动的调整 还有医师也建议我使用羊牙呼吸器 后来我再回去测 现在AHI数值已经下降到正常程度 那我觉得打呼这件事情 虽然好像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但它其实会影响到自己和伴侣的睡眠 两个人都可能会隔天感到疲倦 长期下来心情、脾气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甚至影响到两个人的相处 所以真的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另外我也想要提醒大家 顺便呼吸中止肾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 但它带来的风险真的蛮大的 所以我也跟我很多身边的YouTuber朋友们说 要他们赶快去看医生 那如果你怀疑自己或是怀疑伴侶可能有这个疾病 真的很建议去找医师咨询聊聊 让医师帮你详细的评估身体状况哦 那今天最后也想来问大家 如果你睡觉的时候 遇到你身边的伴侶或是朋友有打呼的状况 你都会怎么办呢? A. 把对方的头转到另外一边,不要来吵我 B. 把对方提醒,他就不会继续打呼了 C. 我叫被请对方,只好自己戴上耳塞睡觉 第一期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打呼其实可能很严重 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 看看晚睡晚起有多么伤身 以及睡不着觉听白噪音有用吗?的讨论 那么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明晚再见啰!